6月22日上海市金山区上万人大邮行到区政府 要求取消PX项目 几千位市民聚集区政府直到深夜12点 期间有警察掏枪威吓引发冲突多人被捕 6月22日上海市金山区上万市民举着PX项目滚出金山 拒绝高桥拒绝PX等标语上街游行 市民们怀疑上海化工区规划的练化一体化项目 就是高桥石化的PX项目 数千市民聚集在金山区政府 一直到22号深夜12点遭到大批警察镇压 多人被捕 PX是对二甲本的简称属于第三类致癌物质 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本硫化氢具有高毒性和致癌性 存在污染环境隐患 而一旦泄露会造成严重事故 当地市民表示 金山本来就有一个工业园区污染很厉害 所以拒绝建PX厂 金山区政府22号发布告示民书 声明上海化工区不会有PX项目 但未能平息民怨 新唐人记者熊斌 袁珍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